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4年分局 致警介入被害人報案 有民眾與本匣因行車救恩遭到 多名黑衣人歐島城商 並找尾其車輛 本局後報後 以及組成專案小組調查 並報警台灣4年地警署這辦 那專案小組調查報信 以謝憲為首的幫派組合 具有擒迫性暴力性 組織關控生命 那組涉嫌上訴的集中公安境外 細嫌一甲介 成立自領夜市自治會 名義上圍招生 那實際上私下卷 指揮小弟發派毒品 借機與毒犯發生毒品糾紛 在指揮旗下小弟 對被害人 封打連累 並要求被害人簽記 簽記本票 再收集高額 低息 那本案我們經調查後 目前也有多名被害人 相繼出名準告 本案經管門 跟經收證後 於百月七號見實際成熟 由百分級專案小組 以及四行大等BD小組警力 使臺灣市連地解除 額外資機票以及搜索票 並分落入在雙北地區 分別查後主權及其成員 總共有五人大案 全案調查相關事證後 依組織犯罪 除非外國資料理恐嚇舉財 傷害為損等罪行 以及臺灣市連地解除偵犯 以及四連地方 有少年法庭審理 並進行指揚 以上 副作品 因為他去年十月就進來了 他原本是以超商的方 方式想要來做 但後來發現說 他其實是沒有油水 可以拿去 才擠下來做很快的消息 可以保證一下 那個 我們本次曹號的主權 他從去年的十月份 就在我們四年的夜市 夜市商圈 成立了自治協會 那原本他是想 來這邊插集 招收會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招不到會 後來他們就轉了 把這個自治協會 當作他們的堂口 以及在這個堂口 賣毒品 好 讚一百分 謝謝 好 謝謝